11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特区立法会发表行政长官2020年施政报告时指出 过去一年多,香港经历社会动荡,出现暴力及有人鼓吹违法达议 社会秩序和法治遭到严重破坏,而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亦受到威胁 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严正执法 只要有证据显示任何人犯法,无论这个人的身份或者背景是什么 我们都要他面对法律的制裁,无人可以享有特权 警方必定会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依法处理 在修例风波中被检控的2300多人 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 对于18岁以下有悔意,而不是涉及严重罪行的被捕人士 警方愿意视乎情况,考虑采取被他改过自身的措施 但是前提是,这个未成年的人士需要承认他犯错的行为 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局势的变化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香港国安法 并按基本法第18条列入基本法附件3,同日在香港实施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国安法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 我们看到的是鼓吹港独和和外部势力勾结的情况已逐步减退 部分头面人物明显收敛 激进的组织停止运作或者解散 涉嫌违法人士畏罪潜逃 而街头暴力行为也大幅减少 经历了一年的社会动荡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香港市民终于可以重新依法享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据悉,当天的施政报告中 还涵盖特区政府公职人员宣示的相关规定 林郑月娥明确,根据基本法第99条 公务员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 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特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 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 在就职的时候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区行政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6年11月7日 通过有关第104条的解释 说明该条规定的既是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 亦都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文所列公职的 法定要求和条件 宣誓是该公职人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及其香港特区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 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解释亦都明确宣誓人作虚假宣誓 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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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